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俄罗斯军事消息人员认为 西方的情报部门已经得到了俄罗斯高超声速导弹的研究细节 极有可能是俄罗斯最近公布的匕首或先锋这一级别的最先进武器 目前 俄罗斯情报部门已经开始调查 已经有一位名叫库德利亚夫采夫的工作人员被俘 然而 事情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补救 西方国家的军事间谍机构是有悠久历史的 无论是军情六处还是CIA 这些间谍组织的功夫世人早都有所耳闻 他们窃取情报带来的破坏也不容小觑 曾经 苏联叛逃的飞行员 将当时苏联最好的超音速飞机米格25飞到美国 就给苏联军事科研造成重大打击 如今 面对俄罗斯锋利无比的导弹装备 似乎西方间谍组织又开始了自己的动作 俄罗斯新的导弹装备特点仍然还是难以拦截 在现有武器装备难以拦截俄军导弹的情况下 考虑特殊办法就是西方国家的选择 如果西方间谍可以与俄罗斯的研发人员达成交易 即使不是核心人员 也能得到相当重要的关于俄军最新武器的情报 事实上 此次爆出可能出现内鬼的精密机械研究中心 虽然不是直接研发单位 但是他们的人员可以得到这些俄军最新武器的机密情报 这些人恐怕就是西方情报部门的目标 无论是洗脑宣传还是威逼利用 让这些人与西方合作 那么俄罗斯就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 俄罗斯导弹武器强大的关键是其突防性能 这种无法拦截的突防装备 才是美国最为恐惧的 而导弹的突防设计 一旦为对方所知晓 或是有稍微的陷漏 那么对方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拦截装备改进 例如 知道战略导弹携带的诱尔信号特征 有益于拦截系统判明真目标 了解导弹的机动设计 对于何时发射何种拦截 但拦截大有帮助 一旦西方得知了俄军导弹的机密 他们甚至可以进行针对性更强的反导系统的改进或研发 那样一来 俄罗斯花费大量精力研制的战略武器就失去了价值 如此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俄军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武器的重新研发或改进 那样的代价可能远超数十亿美元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如果运气好 现在俄罗斯就能进 早就出内鬼 看断西方身向背后的出手 但是一旦机密情报已经陷漏 俄罗斯恐怕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精力进行武器的修改 这不是一个容易任务 如今 俄罗斯人除了赶紧救出内鬼外 他们只能祈祷了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 面对西方的不择手段的渗透 我们必须加以警惕 尤其是研究人员必须对国家有绝对的忠诚 可能美国会给一个人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报酬 但是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会是几十亿美元都无法弥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